女孩只因高中时发育过早 就每天被裁罚少爷 罚站在鱼里展示身材 这让少爷的正牌牛很是不爽 为了发泄自己的醋意 年珍竟然拿着500度的卷发棒 直接烫在了东恩的手上 然而让东恩乱乱没想到的是 这才只是他悲惨命运的开始 从那天起 他就已经成了严真的发泄工具 只要严真心情不好了 都会抓着他来玩耍 有时更是像训狗一样 把他踩在自己脚下 就这样 实在忍受不了的东恩 终于决定找班主任寻求帮助 可谁知 这个班主任也是个攀附权贵的主 因为怕得罪严真的母亲 影响到自己生殖 他竟然硬说 这只是同学间的恶作剧 而当他看到东恩 露出手臂上的铁证时 感觉被打脸的他更是像风了一样 抓着东恩一顿毒打 眼看学校不能帮到自己 东恩想到了警察 可谁知 警察总长竟然也和严真母亲 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他的举报不仅没能帮到他 反而更加刺激了严真 很快 当他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时 他发现严真竟然带着小弟们 在里面等候多时 就这样 单纯的东恩 第一次感受到了韩国的黑暗 此时浑身痛苦又无助他 只想尽快转学逃离这些恶魔 可让东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亲生母亲 竟然为了区区五千块 就答应把东恩遭受霸凌的转学申请 改成了自愿退学 并还第一时间清空了东恩的出租屋 看着自己和自己曾经信仰的书本 就这么被母亲无情地丢弃了 东恩这才明白了 原来严真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在韩国这个黑暗的世界 是没有人会在乎他们这些蝼蚁的 他们注定只是富人脚下的玩具而已 除了 为什么 跟你拨礼 你 配 肯定